暑假到來同時也是求職忘記 但六月份的失業率是3.74% 創下近八個月來新高 對應屆畢業生來說 找工作壓力真的好大 去年剛畢業的黃同學 今年七月退伍 但在當兵期間就陸續探聽職缺 目前也投了九家公司的履歷 但至今還沒找到理想工作 不過至少慶幸自己非北漂生 少了房租負擔 就怕疫情影響畢業生找工作 勞動部從今天開始 也祭出青年巡職津貼 只要是應屆畢業生在官網登錄報名 準備求職就可以拿到兩千塊的津貼 三個月內如果都有持續找工作 且接受機構推薦的話 最高可拿三萬兩千元 去年有將近四萬九千多位青年朋友 參加了我們這樣的一個計畫 評估今年的畢業青年人數 跟去年差異不太大 所以我們還是以五萬人為規模 人數有超出的話 我們也都可以繼續滿足大家的需求 畢竟疫情之下不少產業打擊很大 甚至暫停招收新鮮 但就盼透過祭出獎金 畢業生也能不放棄求職希望 報導新聞下午明顯台北淘导